巴黎奥运会公设有32个大项 48个分项 329个小项 截止到北京时间2024年6月6号零时 中国奥运代表团已经在25个大项 37个分项 200个小项上 获得了272个奥运会参赛席位 包括皮卡选手在内 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获得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人数在322人左右 在已经取得资格的200个小项之外 还有75个小项 中国选手仍有机会争取奥运门票 剩下54个小项 在不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放弃资格的情况下 已经彻底无远奥运 中国队的六大传统优势项目 奥运资格赛已经基本结束 经济体操 跳水 举重 乒乓球 羽毛球 以及射击不守枪项目 中国队都将满额出战奥运 基础大项 中国田径队目前已经取得了14个小项的参赛资格 还有10多个小项处在积分排名的实时入围线内 游泳项目 中国队在全部35个小项上都获得了参赛资格 有望派出30人以上的阵容参赛 集体项目 中国女篮 中国女区 中国女水已经入围奥运 中国女排和中国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将在6月为奥运门票做最后一波 重竞技项目 中国队摘下多张奥运门票 中国摔跤队共获得11个小项参赛资格 中国拳击队共获得8张奥运门票 其中女子项目满额参赛 中国跆拳道队共获得6个奥运席位 是所有国家和地区跆拳道队中获得奥运席位最多的队伍 新兴项目 中国队也有亮眼表现 冲浪短板赛 中国小将杨思琪将在大洋彼岸的塔西提乘风破浪 一展风采 自由式小轮车以孙思辈 孙家祺为代表的中国姑娘 有望在奥运会上肆意飞扬 攀岩速度赛以龙金宝 邓丽娟 武鹏 周亚飞为代表的中国速度 将与世界高手一争高下 滑板结实赛 崔晨熙 曾伦慧等中国滑手 将在奥运会上展现中国滑板的style 霹雳舞赛场 齐翔宇 刘青衣等中国新生代 有望在奥运舞台上与全世界的B-Boy B-Girl 来上一场斗舞 嗨翻全场 未来50天 国际赛场好戏连台 奥运资格赛也将进入到最后的高潮 现代五香市锦赛即将在郑州拉开帷幕 中国队全力争取奥运门票 而在沙滩排球 射箭 橄榄球等多个项目上 中国队还将全力出击力争取得更多参赛席位 中国代表团的健儿们站在倒计时50天的关口上 将奋勇争先向着巴黎奥运会全力冲刺